张杰在音乐方面的能力还是很强的,对音乐也十分热爱,而且总是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结果,大家都很喜欢他,现在要举办全国巡回演唱会,这一次的规模也确实比较大, 而且从深圳开始第一场,现场的效果很好,还邀请了岳云鹏,这也是一个很独特的做法,因为岳云鹏之前是向上演员,现在竟然如此,火爆各方面都很成功,在四年前他参加节目《我是歌手火爆》,以后很多人都很关注他,感觉未来还是有很多成长的空间的,个人能力也确实很强,不断的突破自我,大家也都感觉未来属于他的机会还是很多的, 毕竟在音乐创新,还有个人能力突破上也确实很好,现在也有很多人都很喜欢他,也确实是在依靠自己的实力,来提升自己的音乐素养,大家都认为未来他会做到越来越好,而且演唱会的深圳站表现得也很好, 在音乐《我的未来不是梦》的演唱中,获得了全场合唱的效果,当然也是他对自己的音乐梦想的追求,也是一个真实写照,在舞台上他和歌迷们的互动也很热情,歌迷们在现场也感受到,那他很努力的样子,也确实很有趣,大家都很喜欢他,和很多歌手不一样, 的就是他真的是一个大帅哥,而且和歌迷如此热情的互动,其中有很多的情话,大家都感觉之后谢娜一定会吃醋的,其中有一个特别嘉宾,是很多人都没有想到的,那就是岳云鹏呢,一直以来搞笑就是他最擅长的事情, 来到演唱会的舞台,以后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惊喜,有不少的朋友还是很喜欢这样的效果,总是让现场充满了欢声笑语,这也是一个比较独特的演唱会,因为之前从来没有歌手举办演唱会,能够邀请一个向上演员参加的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